陈安怡老師帶領學員在市政府展出的國畫班成果展 創作主題豐富 其中有不少社區退休人士 從完全沒有基礎開始學習 進而創作、參與展出、展現終身學習的精神 也豐富自己的退休生活 我們這些義和里的國畫班 它叫做義和常青國畫班 我們這個班的學員 有老師退休的 也有像公務人員退休的 也有一些是本身在家裡頭 也不是從事家務的這些我們的婦女 他們在閒暇之餘 願意踏進來畫這個國畫 然後他畫這個公筆國畫 他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我所謂很大的一個 是屬於說 它能夠讓你沉澱你的心靈 因為你要畫圖的時候 你要很細心 然後你心就可以沉了下來 靜了下來 然後要去磨它這個圖 然後在磨的過程中 除了培養耐性 又可以修養心靈 又可以增加對美學的那種觀感 所以這個國畫班 它沒有在 後期我們要開的 它沒有在溫延裡 任何希望畫圖的人都可以來參加 而且參加的時候 我們是一個團體班 雖然它是個團體班 我們每個學員都很有樂程度 即使你是心靈的話 我們也會再從旁邊協助你 而且我們老師在教的時候 老師在講的是很詳細的 幾乎是從學員的零開始 一直成長到現在 不敢說是百分之百 起碼我們 以我在看 我們學員成長至少都五成以上 那以後再畫下去的話 可能還接近到以後再 變成大十幾以上的都有可能 這次的展出 還有媽媽帶著雙胞胎女兒 親子共學 揮灑創意之外 也培養出耐心與專注力 因為今年屬兔 所以我很想畫兔子 它在畫葉子的時候 有不同的大小 所以我覺得兔子比較好畫 好玩的地方是 它是用毛筆來畫 不是用一般的鉛筆來畫那種圖 就是我比較喜歡畫兔子 兔子比較可愛 那葉子要一片一片畫的 有時候畫會畫不出來 我覺得葉子比較難 還有眼睛 眼睛很難畫 我小朋友非常喜歡畫畫 然後有一次就是在那個 就是剛好認識那個老師的先生 那他推薦說 他們太太有在教畫 然後我就說 我小朋友很喜歡畫畫 然後他就說 有機會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我就帶小孩去那個畫室 想說讓他們接觸 那個國畫 就是感覺很有氣質這樣子 結果到了現場的時候 看到同學就是年齡層就是蠻廣的 然後我就想說 原來大人也可以畫嘛 然後老師就說都可以學這樣子啊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那我們就親子一起學 像他們本身是真的很喜歡畫畫 那老師的開課是一次是兩個小時 那我們上課其實老師都延長交到三四個小時 然後他們都還不累 所以我們那個作品他其實就是小朋友很投入 就是那個穩定度啊 就是蠻專注的這樣子 那也對美的美的藝術有一些學習這樣子 我覺得是很棒的 在陳安怡老師的用心指導下 來自老中、幼、各年齡層的學員 快樂學習國畫 享受畫畫的樂趣之外 也在過程中訓練出耐心與專注力 記者黃日生、陳淑萍、基隆報道